今年是西藏拉萨市达兹区五乡移镇 努木区孩子迁居新学校达兹区中心小学的第三年 当记者走进他们的教室时 老师们正利用触摸式教学一体机播放教学视频 在语文课上 孩子们通过多媒体教学触摸一体机 了解世界上最早的火车 蒸汽机车 以及内染机车 电动机车等 而在英语课上 孩子们伴着儿歌 看着动漫 用英文朗读12个月 据悉 该小学是由达兹区原八所玩小撤并整合而成 学校于2013年开建 2016年3月全面投入使用 成为达兹区五乡一镇所有适龄儿童学习生活的新家 达兹区中心小学校长尼玛巴桑介绍 目前 全校共有2254名学生 他们的衣食住行均有学校负责 国家实行的包吃包住 包基本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 汇集每一位学生 我们学生的话就从家里面来上学的话就可以说空手过来 包括书包学习用具不用说 还有什么呢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洗漱用品 这些都是免费的 尼玛巴桑说 在达兹区许多学校曾不通电 不通路 每当到了冬季 在简陋的土壁教室内还要烧牛粪取暖 之前的话 各个乡就是不均衡 从硬件设施也好 实资力量也好 资源也好 就是不均匀 为了缩小这种城乡的差距 就是集中办学 据介绍 在半学过程中 达兹中心小学大力整合教育资源 优化实资配置 推行一师一科 让老师们从跨科跨年级中实现解脱 在减轻老师负担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 尼玛巴桑说 学校建成后 教育教学设施先进 教学仪器及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全面打标 学校53间教室 全部为教学一体机教室 实现从黑板到触摸品的跨越 我们的教学设施硬件来说 不管是多媒体 或者是网络和其他教学设施 还有教室队伍都比较健全 干小学五年级四班的学生刺激告诉记者 他除了想要去北京上大学之外 渴望成为一名旅行家 周游世界是他未来的梦想 我以后想去北京大学 因为我姐姐在大学上学 然后我以后的梦想是当个旅游家 环游全世界 在课间时 小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在操场上跑步 跑完步回到教室前 还逐一领取牛奶 面包等营养加餐 到了午餐时间 孩子们按班级排队领取餐具 打饭 可口的饭菜吃得津津有味 近年来 该校素质教育和文化建设实现同步发展 藏文书法 藏系 古号 手工制作 体育 美术等兴趣小组应有尽有 学生参与率达百分之百 学校德育处主任强巴蛋达表示 学校更希望每一位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得到进步 在书本上的教育教学以外 我们学校重视学生的养成教育 一个好的养成就是一个好的开支 蒙羊知识以德意为先 我们学校主抓养成教育 根据官方数据 西藏教育财政投入近五年年均增长10.9% 2018年达到253亿元人民币 各级各类学校 特别是农牧区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此外 2018年 西藏小学进入学率和初中高中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5% 99.5% 82.3%和39.2% 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5年